你现在会不会说几句东北话 我的东北话还是半拉科技吧 半什么 半拉科技 来 谁是东北的 来 1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是吉林市的 我的老家 半拉的意思就是一半 这什么东西的二分之一 半拉 半拉子的意思 对 还有谁是东北的 张一菲是东北的 我就是大庆的 我是纯正的东北人 你好 我在大庆五年了 我在大庆五年 对 刚刚跳槽到杭州 那您去泡的那个温泉 应该是林殿的吧 对 有林殿的 也到齐齐哈尔泡过温泉 你也去泡过 我去过 你看你们俩同样 一起泡过同一个 董堂 我觉得问题 这个雪地温泉真的是太刺激了 那时候把这个室外就是零下 20度 然后这个温泉呢就是40度 这个温差有60度的这个温差 那感觉啊 这酸酸 你脑袋有没有泡进去 没有 外边下着雪 身体很暖和 头在外边 你们能忍 你知道我忍这有多难吗 好 外边下着雪 那个林永庆 林永庆 你为什么选大庆 是因为你的名字有庆吗 其实当时候有两个选择嘛 一个是大庆 一个是成都 那我就综合考量各个条件嘛 就觉得大庆的这个条件会比较好 住宿方面的各种条件都比较好 所以我就选择大庆 林永庆三个字 在我们国家的地名里边三个都有 河南有个地方叫林州 在安阳 湖南还有一个地方叫永州 庆还有一个地方叫大庆 还有一个地方叫重庆 每个字他都有 陆老师知道好多呀 那个小孩跟你说你瞅啥 这句话是一个标准的东北人喜欢说的一个 你瞅啥 然后那边瞅你咋的 你有没有听过陕西版本 没有 陕西话就是看你一眼 咋 对方回应的时候 你想咋 你学一下刚才那个发音 咋 气势 气势 对 在声音再提 把气再提上来一点 炸 他向我们打台的时候 他包扎四个二 炸 二号 你刚刚说你是跑马拉松的对不对 你应该跟我妈特别聊得来 我妈坚持了十年 每天四五点就起来晨跑 我会觉得菜单马拉松都超有毅力 然后她就经常骂我 为什么我这么有毅力 生了一个你这么懒的没有毅力的女 我确实需要很大的毅力跑马拉松 就需要一直坚持的锻炼 可是我这个锻炼的频率 并没有像你妈的那个 像你妈妈的那样 没有像你母亲的那个锻炼的频率那么高 近几年因为在东北也比较冷 那所以我就减少了很多这个锻炼的时间 你多久跑一次马拉松 一两年会跑一次吧 一两年跑一次 对 那除了在我老家跑过马拉松以外 我2009年在新加坡 2011在中国香港 然后2013年在意大利罗马 2014年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 2015年在达林顿 2017年在哈尔滨 男嘉宾 我觉得你没有不善于社交 我觉得你说话很有意思 谢谢老师 有时候会不小心说错话